把白酒倒进鸭蛋里面 作用实在是太大了 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今天我决定把这个秘制的配方分享给大家 因为这个配方很少人知道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9个刚刚生下的鸭蛋 大家看一下这个表面 都是非常新鲜的 首先往里面多加一点盐 加盐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把表面的这个细菌给杀掉 接着往里面加入清水 用你干净的小手把它抓起干净 把残留在鸭蛋表面的这个鸭粪给清洗干净 在翅膀里面加入清水 在翅膀里面加入清水 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在底部垫上一张厨房纸 把鸡蛋摆在上面 把厨房纸折叠过来 不停的揉搓 把鸡蛋表面的水分全部给吸干 现在重新把鸡蛋放回到大碗里面 接着往里面倒入高度白酒 在这里大家可以去米酒店里面买便宜的高度三桩米酒 这样的话更加实惠 放置泡制30分钟 高度白酒泡鸭蛋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消除鸡蛋壳表面的细菌 30分钟到了 我们准备一个盘子 里面多加一点食盐 我们把鸡蛋从白酒里面拿出来 放到盐里面 给它裹上一圈 然后再准备一张纸 把鸡蛋放上去 用纸巾 把鸡蛋给包裹住 接着再把这个包好纸的鸡蛋放到白酒里面 再滚一圈 最后再滚上一圈 10元 现在我们准备一张保鲜膜 把鸡蛋给密封住 包紧 尽量排出里面的空气 所有的鸡蛋全部按到刚刚的方法全部做好 所有的鸡蛋全部按到刚刚的方法全部做好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点赞或者在评论下方留言支持哦 谢谢